炸物小贩女助手在摊位油炸香肠时 香肠突然从油锅里炸开 导致她的脸、眼皮、手心和手背 惨遭热油烫伤还险些毁容 36岁女伤者杜翠云是在接近收摊的时段 放了三条香肠到油锅里炸 但是由于香肠炸了大约一分钟还是没有变色 她便走前查看 没有想到香肠突然从油锅里炸开 热油从锅里溅出烫伤她 杜翠云过后接受《中国报》访问时说 她当时感觉到受伤的部位很痛 不过由于惊吓过度 整个人都不知所措 事后由雇主载她到附近的诊所医治 她庆幸当时自己戴着眼镜 但还是被飞溅而出的油滴烫伤了眼皮 针对此事 马坡县卫生局执法主任安华指出 她将和官员一起会见该名业者和伤者了解问题 并嘱咐业者将该牌子的香肠 及炸过的香肠做好保存 以便当局进行采样调查 贩毒集团将轮胎店冲作毒品中心 把冰毒分成小包装 装入LED灯插座内 再通过快递寄送到国外 柔佛州速毒组是在上个星期二清晨 分别在古来和新山北区展开了两项特别突击行动 逮捕了三名本地和外籍男子 起货价值超过34万令吉的毒品 柔佛州总警长拿督卡玛鲁查曼在记者会上指出 起货的毒品可共51760名瘾君子吸食 而该集团是自今年8月活跃 而他不愿意透露毒品是邮寄到哪一个国家 另一边乡 麻坡速毒组在本月6号下午 在水井的协助下 收获被丢弃在沼泽林内 重达19758克 价值652344令吉的冰毒 而这些冰毒都装在铁关鹰袋的包装袋内 而警方在新山和麻坡的这两项行动中 所充公的毒品和资产总值为1244880令吉 杰瓶3500个小物 请请钫子 group 按钫子 换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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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钫子